关注达芬奇专业解盘奖 真华为散户撑散 我们提醒反弹到现在的话 指数已经拉了两根阳线了 我们来看看反弹跟一开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反弹初期在酝酿反弹 我们预判第二天要反弹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还是谨慎对的 因为在下跌过程之中的话 大家需要的其实是抄底 下跌过程之中的反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 所以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反弹弹了两天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全市场低开 低开之后的话 小票黄色线全天走在大票上方 也就今天的话小票情绪表达不错 小票今天弹的比大票好比权重好 小票引领反弹 上午慢慢慢慢的把大票怎么样也拖到临轴上方了 临近中的时候拖到临轴上方了 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 产生了快速的一波回落 几乎半小时之内 几乎要看似要抹掉全天的反弹攻击了 但最终尾盘最后半个多小时 是勉勉强强的一个尾盘收红 全天的话我们看上阵指数的话 成交量在昨天的基础上面进一步的缩小 昨天几乎是10月份以来最弱的一根阳线 最弱的一根阳线 今天比昨天还要弱 这上阵指数 真正这边比昨天的放大一点点 但是也是没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 而且今天还有一定的上阴线 跟昨天的下阴线性质还不一样 今天是努力的上去了 回落了平成的上阴线 所以今天深圳虽然说成交量比昨天略微放大一点点 但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而看全市场平均股价 今天小票表现比较好 所以平均股价也会表现还不错 平均股价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二连扬 今天收在短期均线上方的日行 但是MACD的DFDA目前的状态还是一个非常偏空的状态 目前DF还是保持着一个斜向下的角度 非常偏空的一个多空 一个快慢两线的一个相对姿态 还是非常空的 这些MACD柱状图倒是有所缩短 但目前MACD日线级别技术位置发生的非常高 所以在那么高的位置 你柱状图缩不缩短其实没有什么意义 可能更多的只能用来减速一下什么 想要去扭转方向的话可能性不大 扭转方向对这个地方多头强度的要求会非常高 不是现在能够企及的 而在图形上面这两三天 大家会很直观的这边做一个对比 可能感觉有点像 我们在这边提醒大家看反弹的时候 技术角度市场这里有共振反弹的时候 我的心理预期是哪怕弹回到21块7 就平均股价 哪怕弹回到21块7也不参与 这是我的心理预期 我对反弹没有什么兴趣 没有到什么程度 我做好的心理准备是哪怕他反到21块7 我也不要 我还是不要啊 所以的话 现在这一轮行情在当前这位置 他空头他的风险啊 远大于机会 在我看来 目前去就21块钱21217块5 这波他去又多之后啊 市场又多 他是风险急剧的放大 他风险放大之后 他以什么方式杀下来呢 你说这真的跟我们前面的视频说的一样 跟我们11月7号提醒的一样 而又多行情仓 把散户的仓位全部又多拉满 直接发车屠宰场 人不是主啊 你禁止往屠宰场开 大家是会跳车的 人不是主啊 人他妈 人他是你你框不住的 你禁止屠宰场 大家就跑了 所以啊 当前当他又多之后呢 他以什么形式下去 我的心理预期呢是复杂的 他会有种复杂的形式下去 他不会直下去的 直下去轮就跑完了 他下去干嘛 便宜筹码直接塞我们账户里吗 搞慈善不合适啊 所以呢 我们心理预期上 市场他这一轮又多 把人装满之后 他开往屠宰场的道路 他会给你绕 他会我带你去迪士尼 回头一看 你看到一下车发现是屠宰场 是这种效果 所以的话他的过程呢会很复杂 甚至干嘛 甚至如果说有些人跳车了 他回拢一下 再把车塞塞满 再继续往屠宰场开 这都是正常的 这在我看来都是合理的正常的 月薪八千以下的就不要看我们视频了 没必要 你可能近几十年都不需要去思考 这一类型的问题 不用徒增烦恼 跟你的生活离的太远了 你不要去思考这种 没必要 去看三千块钱怎么样赚三千万 去看那种 那种大油资抓大帮的 你适合看那种 所以呢 现在啊 可以说二四年 二四年 如果说特别是年轻人 如果有八千块的工资 你的能力的含金呢 其实是高于 高于零七年 高于零四年 八千块远高于那时候 八千一万块钱的 收入水平的能力的 现在环境嘛 不一样的 不能脱离脱离时代 讲这个 讲证则啊 好所以的话 这两天呢目前为止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强度啊 首先日线成交流特别小 我们看全市朝而言呢 也是十月份以来最弱的两根 是十月份以来最弱的两根 阳线的一个表达 我们再看他小级别 小级别六十分钟呢 我们在中午的时候 已经提醒过大家了啊 他六十分钟啊 非常典型的无效警察 好 所以你看下午是插上了 什么时候插上的 今天前面 上午插上的啊 然后下午怎么样 下午就在震荡了 上午还稍微拉了一下 下午就震荡了 不拉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是非常典型的 无效警察 插上之后 反而是不涨了的一种警察方式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在某条可以搜索啊 那我在很早啊 在好几年之前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过一些 人干户的技术视频 播放量太高 后来我看播放量太高 也就不合适了 大家有兴趣 自己去搜索去看啊 股民太卷啊 那这个环境 总归是需要散户去赔钱的 你散户太卷了 把他试卷难度就抬高了 你散户太卷了 股市难度就抬高了 对吧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不发那种纯干货视频了 我们就更多的 把资金的监控结果 给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自己看自己的认知 你是这块料吧 你就你就能活着了 你不是这块料吧 我们也不去把这个市场难度抬太高 舆论雨季都不好 我们看15分钟啊 15分钟 15分钟的话 我们提醒大家 5分钟15分钟被迟 我们认为第二天早上有资金 有可能要去做这个反弹呢 是在这一天收盘的时候提醒的 那第二天早上的资金就去做反弹了 所以你看啊 所以但是呢 你看这一波真正的反弹空间 拉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是从当天的尾盘开始的 下午开始的 所以早上呢 先把结构做了 但是后撤两步再开始做反弹 说白了 起手就不不不强 起手就很弱的这一个反弹呢 这是这一天的开盘啊 这是这一天 我们提醒大家 反弹开始呢 是在这这个位置 在这个K线收盘的时候 第二天早上开局 拉第一根15分钟养现 所以啊 大家注意啊 真正的反弹空间 其实比大家现在看到的还要小 他是憋到下午 在加速下跌和反弹之间 选择了最终选择了反弹 到目前为止15分钟 运行到灵轴水上 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 因为看直播的就知道 其实我认为他可能反弹上灵轴 都有点难 我觉得他反弹上灵轴 都有点难啊 今天早上的震荡 总算是15分钟 算是上了灵轴了 但是上灵轴呢 很明显 不是一种拉伸的方式 而是一种震荡 维持震荡的方式 不是一种拉伸的方式 而是维持震荡的方式 但好不容易屏刀下午 还怎么样 还失手了破位了 只不过尾盘呢 可能有些怎么样 连续反弹了两天嘛 有些追涨的新股民嘛 又觉得市场行了 又觉得自己可能行了 怎么套下来都忘了 又觉得自己行了 对吧 然后又冲进来了 又冲进来了 两根阳线嘛 大家讲一根大阳线 一阳改三观啊 反弹了两天嘛 那有些资金就追了 合不合理 所以尾盘这个拉伸呢 其实大家这么看就知道 发现它没什么意义 没有什么意义 它也没有收复回原来的 震荡上升的这个节奏里面 没有 没有收上去 它比较弱的或偏平行的 往下降的一个台阶速度 而且这个还不一定能维持住啊 15分钟MACD 目前已经快门两线在粘合了 已经在粘合了 好 这一轮它的启动是强启动还是 对吧 还是一种技巧性的选择 对吧 还是一种弱势的运作 对吧 还是说在报 在加速下跌和反弹之间 勉勉强强市场选择了反弹 还是积极的在反弹 还是很清晰的 所以目前的话 15分钟表达的信息 应该说是比较详细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结合60分钟无效 无效金插之后的话 明天60分钟的零轴 又要给它一个多空分界的一个阻力 所以这个位置呢 一开始我看它这个市场的运作 我看下来 因为没有主力资金回来接嘛 市场是在存量运行嘛 没有主力资金接 所以在我看来呢 最常纯粹的就是一个反弹 技术性背驰引发的反弹 技术背驰 把15分钟背驰 5分钟背驰共振 所引发的反弹 但不是主力进去买出来的上涨行情 而是技巧性的存量的反弹 所以在我一开始看就没有兴趣 就没有兴趣去参与 到现在的话 没有发生变化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发生变化 好 那么 那么有些 有些它是要参与反弹的 这个呢 不一样 因为资金体量大了之后呢 大家进出的话就会产生滑顶 有些 我们有些学员他买 他 但我们不做任何的交易建议啊 不推荐任何股票啊 我们有些学员他买些小票 一买小票必关他 为什么他买一买就买多了 买的时候你会造成股价的抬升 你卖的时候造成股价的向降 这都被主力看在眼里的 你进来了 他就直接就塞给你了 他就跑了 熬到你受不了了 你嘎了 他再接回来继续慢慢玩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 我们一个 一个关注我们的老板比较多 是吧 所以 从我们的角度 这个反弹是不值得的啊 那有些呢 一秒钟满舱一秒钟清仓的呢 有些可能在参与的 在参与呢 昨天我也给大家提醒了啊 暗示的很直白 大家自己把昨天视频再听一遍 把昨天这无声的视频听一遍 你就懂了 就反弹大家动作要快啊 反弹的话动作要快啊 上涨呢 你要拿得住 上涨行情你要拿得住啊 反弹呢 你动作要快 要快进快出 你只要慢了你被扣下就会很麻烦 所以呢 目前为止没有看到 这轮反弹有任何变强啊 或者说想要去转化成上涨 转化成就当时很多人所想要的 牛市第二轮主声浪 很多人当时在这里想 牛市第二轮主声浪 赔个底调 那现在的话 昨天我就看到 当然昨天就已经有傻子喊起来了 那到今天肯定会 因为养根养血嘛 就会有更多的啊 另外一点什么 我跟大家讲 其实傻子不多的 我跟你们讲 特别新股民记住 真的傻的人很少的 有些做视频 他吃流量的 是纯粹的坏 他知道你爱看 他就给你你爱看的 你死了下一茬 还有爱看的韭菜来看 他们是吃那点可灵的广告费的 我后来才知道啊 我今天才知道 比方说小小小孩 小孩平台的一个什么 一个建长到主播手里就几十块钱啊 那我今天我才知道 这个听起来都牛逼啊 建长对啊 我们前面前面这一次又多 包括前面把这个 一些机会 这个地方呢 又多风险 我们给他提醒的时候呢 行情比较活跃嘛 新股民比较多喷子 就有一些很 很憋三的比较多 我们现在呢 也就暂停了 那么长时间以来给大家的 免费的早盘的直播 我们就暂停了 我们就给大家设个门槛 我们门槛一不小心可能设的 好像就接近一个借账了啊 这个认知不一样 对对台服的感官不一样 在小孩平台 大家想看上午直播的啊 充电之后呢 你看我的图文动态里面 你就知道怎么看上午的直播了啊 在大人看跳舞平台的啊 你这个专属会员 专属会员群里面 你就知道怎么看上午直播了啊 好 这两天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任何想要把这个反弹 并且应该是属于落反弹 转化成大涨行情的资金运作 能力有限我没发现啊 那大家呢 我们首先还是一样的 不做任何的交易建议 大家呢以自己观点为准啊 我只是客观告诉你 而且呢 大家还是要记 大家啊 建议大家注意一点 你看一下自己的账户 你账户三腰 你账户的时候 今年5月份的时候 3174的时候啊 当时账户里的钱和这个 和直月底的时候 也是3174的时候 账户里的钱对比一下 A时间节点和B时间节点 在指数同样高度的位置 同样高度区域的时候 你账户的钱是变多变少了 大家自己看一下啊 好了 C对吧 回到上周五对吧 我们在周末提醒大家这里有反弹 但到上周五的时候 其实连杀杀的有点慌了 当时B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 市场又回到了这个3200点区域的时候 你账户的钱ABC这三个时间点 你的钱是怎么样在变多变少的 看一下啊 如果你发现随着市场运动的钱 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你就要拉紧总结 意识到一些问题了 而且呢 我跟大家讲 其实伴随时间运行 伴随市场来回运动 市场回到原点 但你的钱变少了 这其实对大多数股民来说 是个大概率时间 所以不要什么运动都想吃 不要什么波动都想吃 当时你像这边 我们提醒大家系统性风险 我们一休息休息了 以月为单位再休息 以月为单位再休息 那我们操完底之后 以月为单位再持有 以月为单位再持有 从3174回到3174 我们赚的盆满不满 你看从这边系统性风险下来 5月份6月份7月份8月份9月份 它也不是说没有反弹的 也是有阴有阳的 没有任何一轮下跌说 每一天都是阴K线的啊 所以的话大家在这个地方呢 大家自己呢 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要考虑清楚 包括你自己的持仓品种要看清楚 现在市场中呢 因为股市它不是说所有股票 都一模一样的在运动 有的在负责涨 有的在涨完之后再回调 有的可能抛跌 就正在拉 每个票性质也不一样 大家根据自己的持仓品种的节奏来 但总体来讲呢 指数能够代表绝大多数股票的一个情况 而且呢 逆水行舟是给自己的票额外加难度 所以大家自己呢 量力而为啊 当然尽量避免反弹之后呢 反而变得冲动了 但这个是常态 市场怎么样一轮一轮把人给嘎掉的呀 就是利用摊人心的恐惧 你说周五这里几个人敢看向上运行 我们明确跟大家讲五分钟十五 明天早上 是吧 很大可能有资金会去运作它的备吃公正 那我们呢是根据市场的客观情况给大家呢 把盘面的重要信息给大家捋出来 那目前为止这个反弹谈的很弱 这也是客观情况啊 所以呢 大家呢抛掉主观啊 抛掉主观啊 理性看待市场 看能不能下一轮市场呢 下一次市场呢 再运动去 下一次出现回到三 下一次再到三千啊 可能说先下后上 再到3174的时候 你能不能钱变多一点 上内容啊 祝大家能投资顺利身体健康 长生不老 主因搜索技术派达芬奇 了解一下这个专属会员 它都有个专属会员群的 小朋友平台呢 它有一个充电 充电之后的话 大家看它充电动态 上内容 祝大家投资顺利身体健康 长生不老